像我们经纪人的工作 是有很多时候都要拒绝别人的 比如说别人请你的艺人工作 其实你不想去后你没有档期 但我会一直要求我的团队是 第一个你要给出不可抗力的理由 你得告诉他这件事情 不是我主观上不愿意 而是确实我解决不了 我们的艺人在背孕 我们集体吃头包怎么着 完了以后姐 你在拒绝工作的时候 都知道你怎么拒绝 我看了节目了 那一期你是那么说的 那一期你说的不可抗 就是这个理由吧 那你说不可抗力的理由是这个 我觉得首先拒绝一定要坚决 而且也别用那种模棱两可 正是原则上是不行 别用这种黑话 原则上不行 原则上不行 是不是领导的意思是最好不要 对 是吗 这次 这次你可以 但这次你可以 别人就会理解 这次我可以 为什么在拒绝的时候 还要说黑话 还怕事情不够混乱吗 我们遇到过这种 由于拒绝的让对方误解 对方认为是 你这会不行 那你应该想办法可以解决它 所以他就默认你可以了 这个事越搞越大 越搞越大 你拒绝一定要清晰 而且给的理由一定要非常 你不要说 比如说是 比如说可能时间上 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那行 那我少要几天 你是不是就可以来了 对吧 或者比如说 那个费用上什么 没关系 多少钱行 我们来这去争取 就不能给这样的理由 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不适合他 或者不适合我 我觉得我配合不了 但是我可以帮你想想谁可以就好了 我来说这个事情可能不适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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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